4月29日,爱国华侨陈家庚长孙陈里仁来到福建厦门,向华侨博物院捐赠陈家庚珍藏的近百件海外华侨华人生活用品。 当天,记者随陈里仁走进华侨博物院,了解这批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珍贵文物。 眼前这些红木圆桌、陶瓷器皿和屏风等,看起来其貌不扬,却有不少物件使用年份超过百年。 为了方便这些文物展出,陈里仁耐心地向博物园工作人员一一介绍这些文物的来历。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带到东南亚去,但是我们在那头也会合了西欧的风俗人情。 所以这些个赠品你可以看到有些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,有些是比较欧洲式。 所以这个有一个区别,我们在那头的生活情况跟这里完全不一样。 望着这些文物,陈里仁童的回忆历历在目,尽管不舍,但还是坚持要捐赠出来。 他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物件,了解主妇陈家庚当年的生活状况。 把他老人家用过的东西也带回来,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,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他的生活。 在当年富裕的时候的生活情况如何,跟后期生意萧条的时候,得要卖他的几栋住宅去维持下大的这些个情况。 而这些个遗留下来的东西,也就是当年他得要卖掉几栋住宅来维持下大的那些个遗物。 上百件文物要整理起来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 陈里仁花费八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收集整理,为了能妥善保管好这些文物。 老先生几乎把家里储藏的所有报纸都拿来填充用于包装。 为此,他笑着调侃道,整理完这批文物后,自己也成了一名颇有经验的旧物回收者。 我们能够收集到这些个文物呢,有些是已经是上百年了, 有些已经可以说在国内了,已经是找不到的东西。 然而我们还能够在新加坡呢,能够经过这几十年,整百年把它维护起来, 把它给运回来,给大家观赏了。 我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 据悉,该批捐赠物资将于今年10月21日,陈嘉庚诞成纪念日, 即陈嘉庚创办华侨博物院60周年纪念日之际,向社会公众开放。